各位老師評審,還有各位國伙的各位enceme.大家好 名字智能協同、智能視,舞力訓練系統 台中科技大學的人生,居管系的學生 你們知道老師是中科大的居管系的房天使老師 還有台西大的特教系的林平邦老師 在開始之前我們再講跟各位說明說他們的動機老師 首先就是我們發現身心障礙者他們在就業當中的困難和挑戰 從這件統計中我們可以發現 身心障礙者他們的勞動殘餘是遠遠不及一般的嚴重 但是他們的失業率卻普通能兩倍以上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寫著念的事情 也就是這個社會的氛圍在無形之中歧視並且壓迫這些生長者 而在所有的身心障礙族群當中 智能障礙的學生就在其中28% 他是為數第二 僅次於患游學習障礙的學生 為我們研究所關注的 輕度智能障礙者也就是智力水平在55-69%之間的智能障礙者 他們雖然受惠與融合教育配在相對正常的教學環境中受教 但是在出社會五天都面臨的就業度準備不足的問題 政府當然也有相對的措施 所以是為這些高中階段輕度智能障礙者 他們設定11類的服務選擇 其中門市服務科就是許多智能障礙者他們選擇的科系之一 但是我們發現這個門市服務科其實有許多問題可以改善 那這些痛點就是幾分之外的問題 所以第一個就是 四人障礙者他們本身學習能力有缺陷 他們可能比較難用日常所學的知識 利用到生活以及工作當中 那再者就是他們失敗預期還有習得性無敵 長期下來的失敗也錯誠了可能導致 欸那我是不是怎麼樣都沒辦法改變我一直失敗這個結果 然後甚至導致他們入中放棄 再來就是特教人的潰乏 因為在特教人的潰乏 因為在特教人的環境當中 才會需要一對一長時間的示範以及指導 那這個過程相當消耗人力以及時間成本的 因此常會有特教職域分面情況出現 那最後就是實地演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預環 但是要介紹一間空的門市場地 來讓智能障礙學生他們去做演練是比較困難的 那我們希望可以解決上面這些問題 提高輕度智能障礙者他們就會參與 可能降低失業率 讓非勞動力轉換來勞動力 因此就進入到我們的系統 那我們系統就優先選擇這兩下 比較重複性高度就有步驟性的操作 分別是商品整理還有飲料製作的這兩個功能 那為了應證我們的軟體要應 是不是真的對這些輕度智能障礙者他們是否那麼親切 那我們也有跟STA的特教系合作 請真的輕度智能障礙者來使用軟體 然後貼一下影片 那這個是我剛剛提到的商品整理功能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是以第一人生視角 這個輕度智能障礙者他帶上去拿裝飾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前面標示出QR Code 標示出隨機的日期 這個時候還可以進行排訊 商品排訊 然後排完了就可以進行標訊 商品標訊 那他的錯誤 那我們也有對錯誤的地方把它標示出黃色 他就有擺短頭 他就知道自己出在哪裡 比較不會摸大的錯誤的感覺 也知道自己哪裡可以感傷 可以感激這樣子 那下一個是我們的影證製作模組 那這個題目呢是由QR GPD 可以文字出疊 可以由老師 有口語出疊 然後在ADRIB 文字 那下面就是我們就把題目分權 然後跟著上面做就可以 手間地址拿起裝飾的杯子 然後我們的那個鍵膜也就是 速度把它丟到裡面 那就按照上面的製作 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有參考 真的門是人員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製作比較有過程 那最後蓋上BIGGIF的教卷 那這是我們的網頁 網頁單位就會抓取他裝置中 訓練人員的數據 然後每次的數據都會抓進去 他就會直接打入到資料庫 他就會整成圖表 那老師教育人員 就可以從他訓練的數據 來去評判說 那我有哪些需要改善 來調整難易度 那其實從研究中 你們發現 就是這些輕度智能上海中 在經過指導以後 其實都是可以自己操作的 自己操作我們的軟體還有設備 他的訓練時間也是 隨著他次數越來越多而越短 然後正確率也是越來越高 那從特教老師那邊有回饋是說 他覺得這個科技教育 然後我們的軟體 是對他們有正面的成效的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科技的創新 也是一個對社會貢獻的機會 那我們希望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 讓他們消滅他們在就位上不平等 達到SDGs動 優質教育 消滅不平等 還有PSG 並且為上級市民的計分心力 好 報告收拾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 我們先請問 在初選階段 跟到目前這個決選階段 有沒有什麼樣 特別去突破的 或者有什麼新的進展 部分 特別著重做一下 剛剛我們也有看到 有兩種 一個做混合的 就是我是看到 透過眼鏡跟實體是結合的 另外一個就是純模擬 那麼我們都比較會到 純模擬跟這種 實驅混合的理念 對於這些 身上 這些身上癌的朋友們 跟他到實際上操作 當他不戴眼鏡 六耳順眼鏡不能戴很久 那他實際可以操作 實際上透過這樣的方式 他們的這個進步和 或者是可能是沒有 有什麼特殊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初選到現在我們 的專案有突破了什麼性感 就是我們 我們一開始出選之後 我們程式是還沒有全部完成的 然後到現在決賽的時間內 就是我們把程式完成 然後把我們程式拿去給 輕度智能障礙學生使用 然後得到反饋這樣子 然後第二 這個混合實際 身上有造實際應用的成效之下 像剛剛老師有說 就第二點好像是模擬的 那我們其實就是 我們是拿 我們發揮機是模擬 但是我們那個 它會揹是 實際的杯子 然後上面有QR扣 找到會跑出 就是 建模的杯子去蓋上 所以這樣他比較好看 比較清楚這樣子 所以都是實際整合的 可以讓他去做實驗 然後混合實際 對身上有整個實際影響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 像老師的話 他不太有足夠的人力 可以指導他們 所以我們系統的好處 就是可以繼續繼續 就是像我們剛剛 咖啡機的那個模式 就是他要是按錯按鈕 或者是杯子拿錯 他都是沒辦法進行到下一步的 所以可以就是做到 補助他繼續繼續的錯誤 讓他繼續的學習這樣子 最順的錯誤題顯得多 因為初步看還是以文字提醒 錯了或者沒有辦法往下 有會想像說 例如你應該第一個demo說 瓶子要換順序 有沒有一個指引的箭頭 因為你只是把錯誤的體料 把它顯示紅色 那是不是那個應該換到第三個問題 第二個換到一個引導型的軌跡 這是不存在的軌跡 但是MR比較容易做到 關於錯誤的提醒 有沒有一些 在你們的個案觀察上 什麼可能更需要 不只是跟他說 目前還沒有完成 就是我們demo 因為時間有限子 但是我們一切是其中之一的模式 然後在我們教學模式的話 這旁邊會有板子提醒 他說第一個板子是錯的 然後是只要怎麼判斷才是對的 哪個數字是大是小 這樣子是小 他位置就是錯的 就是對的這樣子 那我想問 因為現在這個教案看起來 應該已經用程式 就是一部一部寫出來 那接下來這個東西 如果我想要真的 套進不同學校的教學現場的話 有什麼樣的方法 有考慮過 怎麼讓它變得更明顯 或者是讓其他團隊一起來 開發不同的教案 或者是可以繼續套進我的學生嗎 謝謝 首先就是我們要先有這個設備 然後我們程式都是寫好打包好的 所以可以直接就是把我們 限制出來的檔案讓它 讓教育人能直接佈置到 頭盔設備上就可以使用 如果要開發新的教案的其他團隊 它有可能運用你們 什麼樣的基礎模組去做基礎 就是我們在開發HoloLens的過程中 就是像他們是有 官方是會有其中套件 就像我們看到他們的系列 就不需要我們直接去設計UIUX 就可以運用他們 其中的一些 譬如說按鈕啊 板子之類的 就只要改上面的文具 然後連結不同的板子就可以 去做更多功能這樣 好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你 謝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